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介紹自製柚皮蚊香 DIY材料 柚子一個 水果刀一把 削皮刀一支 剪刀一支 首先把柚子的蒂頭 用刀把它削掉一些 然後接著用 削皮刀 將表成綠色的部分 薄薄的一層把它削掉 當我們把柚子的綠色部分刮除乾淨的時候 接著使用刀片 在柚子的外面 整個外圍的部分做一個檢查之後 外圍旁邊做一個8-10mm左右 適當深度的切割 螺旋狀的切割 從最頂端到最後面 整個切割成螺旋狀 深度不可以太深 因為太深 會傷到柚子的肉 會流那個肉水出來 就不好 接著屁股挖一個洞之後 慢慢的把皮就剝開來 小心 最好就是不要太粗心 會把它弄斷 你如果留得越細的話 它就越容易斷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慢慢慢慢的去做 當把皮剝開來之後 接著就是做修飾的工作 用剪刀 把白色的那個海綿 海綿體的部分 地頭的部分 各處有毛變的 通通把它修飾的乾淨 平靜 後面那個地頭的地方 把它挖一個洞 慢慢慢慢的 做平靜的分配 這個就是完成 我們 當你做修飾完畢之後 就變成一個 整條的 接著拿一支木棍 把完成的 柚皮 調狀的柚皮 纏繞在木棍的上面 然後把它調整到適當的 大小 平靜分配 然後就完成 可以拿去 曝曬到乾燥之後 就是成品了 成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